1931年9月15日 红军早期重要军事指挥员黄公略 在江西吉安指挥部队转移时 遭敌机袭击壮烈牺牲 年仅33岁 之后 其遗体被秘密安葬 一直无法确认具体地址 直到今年9月25日 经过确认的黄公略烈士遗骸 在吉安东部革命烈士陵园安葬 霍西烈士遗骸93年后中旬到 远在湖南乡坛老家的黄公略后代 和家乡民众倍感欣慰 黄公略的侄孙黄都氏说 找到书爷爷遗骸 是一直萦绕其心间的愿望 他也曾和其他亲属一起 前往江西寻找 但无功而返 先你们看着 抓住的高兴 走到了鬼谷 这好事了 爷爷为了 革命的思念 寻想在外面 这么久了 已经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现在找到了第一个 肯定一个就是花了这个钱 再一个就是很高兴了 从小听着书爷爷黄公略故事长大的黄都氏 是相谈相乡市黄公略故居的一名管理员 每天他把这里打扫的一尘不染 闲暇时喜欢在陈列的老照片老无见钱 驻足怀念 黄都氏告诉记者 黄公略故居是一栋典型的土木结构 乡中民宅 除部分房间做原状陈列外 正房三间被辟为展示 陈列黄公略生平史料和历史文物 回放黄公略壮怀激烈的一生 黄公略1898年出生于乡乡一个农民家庭 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因其骁勇善战屡见其功 被赞誉为非将军 1931年9月15日 黄公略率红三军向瑞京转移 到吉安东雇六多澳时 遭敌机袭击重担牺牲 其实他当时已经在山药口旁边的 一间土房子里边 隐蔽好了 但是他的参谋过来跟他说 说咱们其实还在路上 还没有来得及隐藏 黄公略听到这个消息 就不顾自身的安危 冲出掩体指挥部队就地隐蔽 同时指挥机枪手对空射击 吸引飞机的注意力 但由于机枪手一时捕捉不到目标 眼看着敌机毫无顾忌的往下俯冲 疯狂地扫射 黄公略就一个箭步冲上去 亲自拿起机枪射击 但是也就在这一瞬间 三颗坠恶的子弹就穿过了他的左叶下 顿时鲜血如注 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 在晚上7点30分的时候 黄公略同志因失血过多而壮烈牺牲 香香市红色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伍文杜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 黄公略被确定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师家之一 并被评选为100位 为新中国成立 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20世纪60年代 党和政府以及军队有关单位 曾组织力量寻找黄公略烈士遗骸 但未能找到墓址 可能当时黄公略将军牺牲的时候 埋的比较仓促 第二个就是第四党员把他隐蔽隐藏了或者转离了 也有一种说法 当时因为牺牲的战士比较多 墨地比较多 也分不清哪一个是黄公略将军的 今年我们黄公略将军 他的遗骸已经找到 要安占在江西 我们乡亲人对他也是非常敬重 打算有机会要到东顾 去看一看我们黄公略将军